两个月色为你思念唱歌 好作春迷后就我 千千岁月浮满爱人生 任天方飞如水流 歌手《当打之年的》第一场 周深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大鱼》 2016年的作品《再次听》 依然有新的感动出现 而第一场仅仅是周深耀眼忠诚的第一部 很多人初识周深是在2014年的 《中国好声音》第三季 他个子不高 皮肤有点黑 穿着一件朴素的白T恤 综艺节目前颇有气势的宣言 没有掩盖住他的紧张 握过门边递过来的话筒 都让观众跟着不安 相貌平平 台风像极了一个参加毕业晚会的中学生 欢颜的吟唱开始响起 他两只手抱着话筒 闭上双眼 竭力沉浸其中 音乐仿佛成了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独特的女声音色 第一个音从他嘴里跑出来 全场都惊呆了 还没转身的杨坤 忍不住说了一句 这女孩唱的不错 干净透彻的声音一下子把全场的气氛带入了纯净的世界 气氛开始为周深转变 你也只想沉醉其中 唱到后半段或许是进入了状态 也或许是因为看到有三位导师为他转身 他唱出了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经验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 虽然没有走到最后 但这位一开口却让人透彻心骨的歌者 深深浅浅的在人心上留下了印记 初中时期的周深 在同学们度过变身期时 始终没有等来自己的声音的转变 他的声音仍然是一种同声的状态 这也成为了被同学们嘲笑的把柄 说周深鸟 甚至还有更过分的形容 从小学时 被音乐老师认为有音乐天赋的周深 此时进入了自我怀疑的状态 他拼命压抑自己想要唱歌的欲望 可往往欲望越是压抑 就越是让人不甘 高中的时候 因为同学的鼓励 周深参加了校园歌手大赛 一举拿下冠军 走在学校里 遇见周深的同学 都会小声地跟身边的伙伴说 就是他唱歌唱得好的周深 从那以后 周深对唱歌的自信和热情又重新回来 有学长还拿出了自己的原创歌曲 雨后你不见了 邀请周深来唱 2010年 周深开始在歪歪上唱歌 独特的嗓音和柔美的情感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有过怀疑 也拼命压抑 他用实力为自己找到了出口 网络更是自由的海洋 周深这条小小的雨 开始畅游其中 高考 周深失利了 父母原本就不看好周深走音乐这条路 周深长得不帅 身材比较娇小 哪里有那种未来呢 在考虑了就业和学费各种问题之后 周深独自前往乌克兰学医 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 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 通用俄语 语言不通 加大了周深学习的难度 别的同学都已经学会咋回事了 周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才刚刚明白学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上课听不懂 每天都有考试 每天还要挂科挂科挂科 有一次考试及格了 给周深留下深刻的印象 周深老师说 看看周深 虽然听不懂 但是来上课呀 给他及格吧 费着心力学习自己并不喜欢 又搞不懂的专业 完全就是一种折磨嘛 一年后 周深去了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学习美声 父母知道之后 当然是极力的反对 见劝阻无用 僵持下 断了周深的学费和生活费 因为乌克兰不允许留学生打工 周深便去打黑工 向学校借钱 每天基本只能吃土豆 泡面都是奢侈 中国好声音的导演 在网络上注意到了周深的作品 通过微博联系到了周深 邀请他参加比赛 一开始 周深还以为是骗子 在翻开了导演的微博之后 确认是官方的消息 可是参加这个节目 意味着向所有的亲戚同学老师 全国的观众展现自己的声音 曾经被说三道四的感觉冲上心头 让周深犹豫不决 最后周深决定回国参加比赛 这个决定改变了周深的一生 虽然没有在中国好声音拿到最后的胜利 可是这个节目已经让很多人注意到了周深 注意到了周深的声音 对于周深来说 这已经足够了 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 大鱼想邀请王菲来唱 但因为各种原因 最后没有谈妥 现任光线影业的副总裁刘同说 我有一个人选 没有什么名气 但非常好 大鱼的demo就是周深窝在被子里边录的 发给制作组听之后 大家都觉得声音惊为天人 2016年的至今 而这首歌的网易云评论量 已经突破了21万 起初大家觉得周深唱歌太鲜了 太阳春白雪了 不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可是一位好的歌手遇到一个好的作品 就能绽放出奇异的光芒 在周深前行的路上 出现了很多贵人 其中有一位乐坛前辈高晓松 高晓松被周深绝美的声音打动 特别为周深打造了玫瑰与小鹿 大鱼的作词人隐约再次与周深合作 不仅又拿出了玫瑰与小鹿这样 一副奇力的歌词 还首次作为制作人 帮周深完成了这首歌 隐约自美国毕业后 在小说做文案的工作 2015年起成为了小说主编 高晓松非常欣赏隐约的文字表现能力 提议他尝试歌词的创作 还介绍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给他认识 隐约代表作大鱼 莫风青阳 这位隐约的歌词创作 也为周深之后的很多作品 埋下了伏笔 后来高晓松自掏腰包 为周深出了一张专辑 深的深 并奉献出七首作品 隐约更是首次作为整张专辑的专辑制作人 这些年看过太多音乐扶持的计划了 大佬一对一跟踪相助的模式的真的很少见 周深深的深专辑发布会 高晓松还特意为周深站台 被记者问及专辑里的歌曲时 高晓松扇着他的折扇对周深说 你就不用解释 直接唱就完了 那种骄傲 那种得意 那种自家孩子有出息的神色 飞扬在大井老师的脸上 这才是好音乐的宣传范本 天赋加深 勤奋 蓄力 贵人相助 作品凶猛 周深不活太难了 后来周深在一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上 稳步吸粉 大众的视野里开始频繁跳跃着 这个个子不是很高 但一开口就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男生了 2020年 歌手当打之年开播 不同以往的嘉宾配置 一半熟悉的歌手 让很多歌手的忠实观众有些失望 周深登上歌手的舞台并不让人意外 但除了大鱼 他还有什么惊喜呢 除了对周深实力的疑问 特殊时期的隔离 让周深彻底成为了一座唱歌的孤岛 一个人在家也要完成云录制 虽然没有华丽的衣服和顶级的音响设备 但是简单反而能够让人的注意力 集中在周深的声音上 3月13号 歌手当打之年第六期 周深回到歌手舞台 周深用中俄双语 天籁美声 甩出一对王炸 成为第六期的第一名 周深用作品说明了 他不仅可以演绎 优美抒情的空灵歌声 他能够驾驭的歌曲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节目还在继续 不知最后比赛结果如何 不如大家来一波预测 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匹肤 空乏其声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希望你念念不忘 希望你终有回想 我们试试看